又到了测试万宁象棋大招的时间了 没错兄弟们 万宁象棋又出新大招了 看着更新频率 万宁象棋的设计是简直就是劳模啊 不多说了 咱们直接来看新大招 烈火燎原 看来万宁象棋真的是要把中华成语 计谋玄学都做个遍啊 非常的期待 来看看技能介绍 每当你走一步棋 则向四周扩散一格火线 火线 这东西是干嘛用的 能烧烤吗 没在万宁象棋里见过呀 那咱们就先用一级的烈火燎原 进游戏里看看它的效果 这把我们是先手 直接上炮 发动烈火燎原 然后我的炮下边扬伸出一条火线 把下面的格子给烧了一下 我明白了 应该是可以烧掉周围的一个棋子 咱们来试一下 我的炮直接打过去 吃掉对方的马之后 发动烈火燎原 顺便带走了旁边的一个G 一炮双响 可以可以 不过这把对面带的技能是 御驾轻征 走一步老帅 直接带走我四枚棋子 吃棋子的效率比我高啊 这还打个毛啊 拼到最后 我就只剩下一个光格老匠了 虽然还可以发动技能 但是攻击距离太近了 胜利无望啊 果断投降了 我已经搞明白这个技能的效果了 直接开始疯狂升级 这次我们动一下棋子 可以扩散100个火线 直接烧穿棋盘呀 来吧 这把我们先手 直接发动烈火燎原 把对面的棋子 收到只剩一个光猪猪的老匠 这不胜利就得眼前了吗 有点轻松啊 对面也是烈火燎原 把我的棋子也烧光了 现在整张棋盘 就只剩下我的将和他的帅了 直接陷入僵局 这把没法下来呀 强行合棋呀 没办法 都是一个师傅教的 破不了招啊 下一把下一把 刚才出了点意外 这把一定要杀爆对面 这把对面是戒尸还魂 坏了 这个技能好像有点克制我呀 烈火燎原 戒尸还魂 他的棋子我是越杀越多 完全杀不完啊 杀到最后 整张棋盘都是他的棋子 我感觉我烧了个寂寞呀 之前我还以为戒尸还魂 是个垃圾技能 没选择这么快就被打脸了 我服了 被克制的死死的 直接被绝杀了 没办法呀 换一个对手咱们再来 这把又是我先手 我是不会客气的 直接全部烧光 只剩下一个老将 对面的技能是先里后兵 把我的老帅推到了对面脸上 这不直接没了吗 这 当真一个都打不过啊 再换个对手 先里后兵也惹不起啊 这把我是后手 刚才还是先手的 这要是后手的话 我技能放不出来就没了吧 对不起 打扰了 没办法啊兄弟们 这个是真打不过 再换个对手 我就不信了 这个新大招还能谁也打不过 这把对面是瞒天过海 嗯 这个大招 好像刚好被我的 烈火燎原克制啊 不用猜他的老将 到底藏在哪里 我直接一把火全部烧光 反正最后只剩一个老将 嘿嘿 我来了 直接烈火燎原 看他老将藏在哪里 嗯 他的老将居然没动 燃烧的火炮 还把挡那将帅 中间的小兵给烧死了 吉他来了 直接飞将过来杀我 大意了呀 这把大意了 再来一次 这次我们为了防止 对面老将偷袭 选择了上市 触发烈火燎原 哇 阴险小人啊 他居然在我老将脸上 藏了一个燃烧的火炮 我吃他这个火爆棋子的时候 直接把我的老将炸死了 我不服 再来再来 我就不信了 今天还赢不了他 今天我必须弄死他 卑鄙小人 再来 我就不信了 脸上这个棋子 还能一直随机的火炮 这次终于不是了吧 发动烈火燎原 终于让我逮到你了吧 直接困壁 拿下比赛 舒服了 虽然赢了 但是你们也看到了 这技能是真的不好用啊 兄弟们千万别用 快跑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看我下下期的兄弟们 千万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个大招再见 拜拜 拜拜